汤普森 北京时间9月3日,克莱汤普森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一张他和麦蒂·安东尼·沃顿的合影,并写道,未来的BIG3联赛冠军,球迷们却猛了,汤普森,请问汤普森在哪儿啊? 这张照片上,站在最右边的这位洛塞胡大叔,就是汤普森了,不是我眼尖,而是那个巨大的品牌标,我才依稀看出了一些汤普森的模样,这个夏天,他已经拭起了胡子,那洛塞胡的长度虽然不吉哈登,但也小有规模,如今,雪雪似似乎正成为一种时尚,不只是汤普森,勇士的其他几位剧头,似乎也有了这样的喜好。 有时的舞剧头,看来,又望成为胡子军团了,先来看看,萌生库里,上赛季,他的胡子就已经相当浓密,虽然看上去成熟了一些,但库里天生娃娃脸,即便留上胡子,也依然嫌小,毕竟,小学生就是小学生啊。 库里在社交平台上晒出的最近一张照片,是自己带着两个孩子,出席妹妹婚礼的照片,照片上的她,依然带着萌米的洛塞胡。 这儿不得不感慨一下,库里的基因真是太强大了,看看这两个闺女,和她长得有多像。 再说说唐普森的另一个队友凯文·杜兰特,在雷霆效力的后期,杜兰特又开始叙叙了,而在勇士期间,更是达到了一定的规模。 只不过,杜兰特并不是刘诺塞胡,她的胡子主要集中在下方位置,非常浓密,和上述三位相比。 格林的胡子也不算短,但她似乎不会刻意留得很长。 最浓密的时候,大概就是上图这个样子,然后又会很快修剪短一些。 新赛季,受到队友们的影响,也许格林会尝试更长的胡子造型,心情加盲勇士的考心思,也就是勇士的第五巨头。 在国王,醍醐时期,就是以大胡子的形象世人,来到勇士也不会例外,洛塞胡已经是考神的标配。